北冥有声 参观完整个天腾病院 并且心率不超过一百 天腾病院就必须在官网上 承认自己不如成哥 并且还要去参观 成哥恐怖屋的最新场景 现在赫生和高如雪 看到天腾病院负责人 和成哥立好约定 立马有些同情他了 他们甚至在他身上 看到了当初自己的影子 不过负责人却不知道 这些内幕 在成哥脱掉上衣后 立马吩咐两名护士 将食音器和便携式动态 心电监护仪的探头装好 大厅中央的投影上 出现了几条 呈现上下波动的线条 负责人站在高坛一侧 指向那几条线 这几条线分别代表了心率和脉率 血氧饱和度 呼吸频率 以及体温 通过这几条线 我们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到你的心理情绪变化 可以开始了吗 入口在大厅左侧 出门在大厅右侧 我们会在出口处等你 鬼屋里面有引路人 他会告诉你具体过程 好的 陈哥低着头进入甜疼病院 看着陈哥的背影 负责人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他们之前在新海举行过类似的活动 屏幕上的几条线仿佛过山车般大起大落 再配合着阔音喇叭里 嘶声力竭的尖叫 能营造出一种非常真实的效果 外面的游客就算没有进去 也能深切感受到体验者的惊鸿 负责人不动声色地将入口的门锁上 又摸出手机 给鬼屋里的演员打了声招呼 祝福他们不要留守 全力以赴 随着大门关闭 光线一下变得暗淡 陈哥等双眼适应了黑暗 才向前走去 门内第一个场景是保安亭 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 背对成哥坐在里面 他面前放着一个血迹斑斑的电视机 画面闪动 好像正在播放和医院有关的新闻 这里是准备室 主要是为了告诉游客鬼屋的背景 增加游客的代入感 通往下一个场景的关键 应该在保安身上 这解密的设置还挺有意思 陈哥走到保安亭门口 趴在唯一的窗户上 冲着里面喊了起来 老哥 你在看什么呢 听到陈哥的呼喊 保安缓缓转身 他满脸冷汗 手指着电视机嘴唇哆哆嗦嗦嗦 有 有 接把的人物设定了 很专业 陈哥进入屋内看向电视机 屏幕当中在循环播放几条新闻 病人无故跳楼 黑心医生器官买卖 已经确认死亡的病人 第二天晚上又回到了病室里 这几条假新闻 在制作上下了一番功夫 后面还附带有监控视频 七鹤的医院走廊上 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 低垂着头 无意识前行 黑发遮住了她的脸 视频似乎被剪辑过 上一秒女人还离得很远 下一秒就来到了身前 第三秒过后 那女人直接出现在了监控探头前面 一张猙獰的鬼脸 挤满了电视机屏幕 有鬼啊 站在陈哥背后的保安 在同一时间尖叫出声 他估计演练了无数遍 实际把握的恰到好处 唉 你们安排得很巧妙 如果换成红衣 说不定真能吓我一跳 视频最后 有鬼屋内部的导图 基本就是单线参观 过剧情就可以了 这样的鬼屋才是最有效率的 不过从娱乐性来说 就远不如陈哥的开放式鬼屋了 记下地图 陈哥朝外面走去 他一转身 看见保安的时候 眼睛轻轻眯起 心跳稍受加速 身后的保安不知什么时候 贴上了一张薄薄的鬼面具 那张脸和视频里的鬼脸 有八九分相似 他默默地看着陈哥 陈哥也默默地看着他 你要是没什么说的 就闪开吧 别耽误时间了 我们鬼屋曾经真的闹过鬼 如果你遇到了什么违背常理的地方 一定要对着监控求助 能具体说说当时的场景吗 还有那鬼是什么样的 陈哥扫视保安厅 柜台下方摆放有手电筒和一些道具 这些东西应该是提供给游客的 可是保安却一点要给的意思都没有 等你遇到就知道了 离开的路在左手边 推开墙壁 你将正式开始探索填腾病院的秘密 哼 就算真的有鬼 不过撑死了 也就是残念之类的 陈哥嘀嘀咕咕 说着保安听不懂的话 推动墙壁一边进入其中 鬼屋里处处机关 那扇墙面被推开后又自动合上 有人在远程操控 这种机关的设计 让陈哥都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细节的确很到位 对得起那么大的名声 仅仅门口准备试的设计 就很出惨 这次参观 说不定 还能帮助我拓宽自己的设计思路 走在墙后的医院长廊里 陈哥能感觉到 因为受到场地限制 这里宽度只有正常走廊的一半 其中最吸引人的 是走廊中间挂着的一具风干的女尸 似乎是在预示着前路危险 走廊应该是一个缓冲地带 给游客一个适应危险的心理准备 这设计还是蛮忍性化的 陈哥走向女尸 快要靠近时 她又停下了脚步 摇摆的女尸在走廊拐角 卡了一半视野盲区 拐角的另一侧 立着一个很不显眼的铁柜 正常的游客进来后 肯定会被晃动的女尸吸引 从而有很大概率忽视铁柜 柜子里一定藏有人 游客在保安室受到惊吓 情绪紧张 进来的第一时间 又被女尸吸引 当他们集中注意力 从女尸旁边经过的时候 拐角的柜子里 突然窜出一个鬼 想想都觉得刺激 毫无底线的设计 遇到了从不知节操为何物的陈哥 这将是一场卑鄙无耻 和艰险狡诈之间的正面对决 我仿佛 找到了童年时玩鬼屋的乐趣 陈哥身体紧贴墙面 演员躲在柜子里 他反而是卡住了对方的视野 慢慢靠近 他看都不看晃动的女尸 侧身用眼角的余光观察铁柜 道具衣柜正面做得有模有样 但是背面的一些铁皮 却已经松动 靠近柜角的地方 还裂颗了一个口子 可能是因为位于角落又不明显 所以就没有修补 柜子里的人一定也集中了注意力 准备等我靠近出来吓唬我 吓人需要掌握时机 越是专业的演员越是如此 陈哥想了一会儿 取出手机设定了一个一分钟后响的闹钟 然后把林姨选成嫁衣 慢慢蹲下身体 将手机悄悄放入铁柜后面的缺口里 走廊里突然安静下来 连呼吸声都听不到 然而柜子里的鬼 却没有发现陈哥的小动作 他仍在等待时机 准备给陈哥致命一击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